大家好 我是小鱼 今天风平浪硬 因为前几天都吹风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吹槽 看一下能不能大丰收 走了 我们现在到那个岛上了 因为这边的浪太大了 就是这么一个小岛 所以要赶紧打 你看 这个同图就好像淡黄一样 看到没有 它的里面 这个是它的头 这里 这个是它的头 然后这个里面是它的肉 你们看这个藤壶一般呢 如果它把它打破了 我给大家看一个 如果像这样打破它就死掉了 然后它这样子呢 它就是活的 有一身虫的 因为海水的盐分会非常的重 这个是活不了 我给大家吃一个生吃就可以 好好吃 它的里面是鲜鲜的 甜甜的 还有一点点海水的咸味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藤湖呢 它浪越大的地方 越危险的地方 它越大越肥 藤湖的营养炸价值非常的高 越肥 我们已经快一筐了 来 米哥 来 米哥 这个藤湖 如果你带壳麦的话 是十块钱一笔 然后如果把肉茶不挑出来的话 就是四十块钱一笔 这个藤湖每年只有三月份到五月份 才会有藤湖 过完这个季节就不会有了 就要等第二年 它也是海洋的垃圾 都是吃海里面的那些海草 那些海带 那些微生物 海洋的海洋 一两框啊 一二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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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